該議館長有翁張梁 已經全能報到的豪衛料 蛤蟆養食区 關心頂級洪流 所造成的漁業航海災情 主要受災的是當前漢堡 蛤蟆養食豬 減治三萬魚 總共損失的重量 差不多1萬6千990公斤 實際上整個這個 這個韓流來的時候 大概我們移民有做一些 預防措施 例如說會用地下水 那地下水一般來講比較恆溫 然後來補灌 增加提高它的溫度 那另外一面是 有一些比較沉溫的 當然這些魚都會移下去 比較沉溫的地方 底下會比較溫暖 那種複製的複製 一般來講受傷比較嚴重 主要是因為複製的複製 一般都比較欠 所以這個魚沒有帶味 所以它本身受含害的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透過這個機會 我們再提醒一下 我們所有的移民朋友 希望大家趕快啟動 保護你的魚 能夠讓它度過這個漢洞 王朝良說 去上局以保有漢流浪漢 台車市民要加強風漢 只要不用電視部的漢流來 做成漢海損失 記得換那些街關 彩虹補兜 記得換那些街關 彩虹補兜 記得換那些街關 彩虹補兜